鲍利鸟世界飞前已决定重返中超恒大两大B7外援,已内定鲍利尼奥世界飞上,表现出色,北京时间本日破晓,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官方公布,正式与巴西县一国脚,西班牙巴塞罗那中场球员鲍利尼奥签约,后者租借加盟恒大一年, 课日,宝利尼奥将飞回广州报道,与恒大一起征战中超联赛,驻恒大尽力夺取本年的中超八连冠,宝利尼奥刚刚随巴西征战完世界飞,在俄罗斯世界飞上巴西的五场角逐中,宝利尼奥坐稳主力,场场首发,共进场353分钟,并打进一球,表现不俗,不爱,随着巴西止步世界飞八强, 宝利尼奥的世界飞之旅也俊逝了,刻碎炎天,宝利尼奥以4000万欧元的转会费,从广州恒大转会至巴塞罗那,并领结占据了主力位置,他为巴塞罗那出战49场,公斤9球贡献两次助攻,不过,自去年冬季库地尼奥,从利物浦加盟巴塞罗那后,宝利尼奥就渐渐失去了主力位置,现在再次加盟恒大, 对于即将30岁的宝利尼奥来讲,是个不错的选择,宝利尼奥过往在恒大表现出色,他对恒大也非常认识,重新融入球队不成题目,据悉,宝利尼奥此次回归,与主锻炼卡纳瓦罗, 宝利尼奥本人,以及恒大俱乐部三方的积极态度密不可分,卡纳瓦罗接掌球队后就表现,球队急需一位强力中场,既能为球队在中场筑起一道防守拼臂,还能深度到场球,对前场构造打击,掌控全队的攻防节奏,连赛进入切赛期后, 卡纳瓦罗再次提出引进与宝利尼奥雷同的强力中场的需求,恒大俱乐部立刻根据主教练的需求睁开引员工作,拒之恋人士先荣,宝利尼奥活着戒飞前,得知恒大俱乐部在探球中场球员后,他让经纪人自动接洽,并转告恒大俱乐部相干人士,假如有必要,有大概,他可以在世界飞后重返广州, 宝利尼奥表示,中超联赛程度诸年进步,发展连景很好,这次主动选择重新返回中超联赛,盼望能给恒大和广州球迷带来更多冠军,也希望给中超联赛带来更多出色,此前,恒大已经从土超全门贝希赫塔斯,引进了巴西球员塔利斯卡, 如许一来,恒大的外驻已经到达了西人,古德里将肯定被放弃,金英权也根本确定要走人了。